大明万历年间 浙江安吉州有个书生名叫王文府 祖上三代都是贩卖药材的 因时赋予衣食无忧 二十岁时 他的父母相继去世 结发妻子也因病去世 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默逆之交 名叫张鑫 家贫如洗 妻子难产而死 家里只有一个儿子 名叫张碧英 在张碧英十二岁时 张鑫因病去世 王文府的父亲拿出银子给他入土为安 又见张碧英孤苦无依 把他接回家来做了养子 平时和儿子一起读书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王文府过了二十五岁 感觉自己不是读书走势图的料 决定弃学做生意 这天 王文府出门闲逛 来到城东 见这里景色一人 小桥流水野花遍地 鸟儿在杨柳之头唧唧喳喳 饶有兴趣地停下来观赏 就在他欣赏美景时 前面不远处一户人家的院门忽然打开 里面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美少妇 淡庄束缚性脸逃三 沈妖攀病风姿绰约 美少妇也看到了王文府 立刻转头回了院子 关上了门 王文府看得神魂颠倒 心想 我现在已经三十出头 仍然孤身一人 要是能娶到这样的美人为妻 那可真是不枉此生了 他又呆呆地站了一会儿 见美少妇没再出来 怅然若失 恋恋不舍地离开 他刚走出没多远 看到前面走过来一个人 这人他认识 人称赵姨娘 是卖珠花兼做媒婆的 立刻迎了上去 和赵姨娘客套了几句后 他迫不及待地指着刚才那户人家 打听那位美少妇的情况 赵姨娘说道 她叫李月仙 今年二十三岁 三年前丈夫因病去世 没有生育子女 父母双亡 公婆也走了 身边只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丫鬟 名叫红香 她正想再往前走一步 你要是看上了 我帮你打听打听 王文甫听后大喜过望 深深做了个医 说道 那就麻烦姨娘了 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 王文甫回到家 一直想着李月仙 夜里翻来覆去 怎么都睡不着 没想到第二天中午 赵姨娘就来到她家 她赶忙递上茶水 问道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难道她不答应 赵姨娘咽了口茶 说道 我问过了 她说要想娶她 第一必须是读书人 第二年纪要相当 第三前妻没有留下儿女 第四是家里没有偏房 第五要没有书板兄弟 第六要家里没有公婆 第七要这人不能寻花问柳 不能好赌 第八要丈夫性情温和 第九要不偷不骗 第十要不喝酒 只要是能符合这些条件 她宁愿不要彩礼 王文府道 妈妈 别人你不知道 我你还不知道吗 这些条件我都符合 你跟她说了吗 赵姨娘说道 我当然说了 那李先娘听后非常高兴 她还说十多个媒人 天天缠着她 都快被把她逼疯了 让我赶快来跟你说 所以我这么快就来了 王文府欣喜若狂 说她可以不要彩礼 但我必须给 随即上楼拿了一对金钗 一对金镯 又取出三钱银子 给赵姨娘作谢礼 嘱咐她赶紧送去 赵姨娘拿到银子乐开了花 说着是包在她身上 两人很快定下婚约 选了良辰吉日 王文府八台大叫 把李月先取进了门 婚后两人如鱼得水如胶似漆 恩爱缠绵 李月先觉得嫁对了人 私下又送给赵姨娘 五两银子作谢礼 这天 夫妻俩正在家里闲聊 张碧英走进来 对王文府说道 大哥 外边的米价比平常贵了三钱 那些做小生意的全都愁眉不展 估计咱家今年的租子收不了多少 我看米价还得涨 不如趁现在多囤一些 王文府觉得有理 拿了银子让张碧英去买 张碧英走后 王文府说道 今天这事倒是提醒我了 要是真遇到荒年 咱们一家四口可就不好过了 咱家祖上是贩卖药材的 父亲走后再没出过远门 不能坐吃山空 我打算出门买卖药材 你觉得怎么样 李月仙说道 相共有这个想法是好事 只是我们澄清还不到半年 我实在舍不得你走 王文府笑着说道 放心 我这次去 多则一年 少则半年就回来 他找了个吉利日子 准备了二百两银子 雇了一个脚夫挑行李 和李月仙一一惜别 嘱咐张碧英好好看家 照顾好大嫂 丈夫走后 李月仙每天待在楼上做针线 红香在身边服侍 张碧英在楼下看家护院 张碧英这时候十九岁 长得眉清目秀 唇红齿白 经常出去寻花问柳 又有不少大姑娘小媳妇 愿意倒贴她 她长得标志 又能说会道 见李月仙身边的丫鬟 红香长得娇俏可人 经常缠着她 又送给她好几样首饰 很快就把她弄到了手 时光匆匆 很快到了七月初七奇巧节 张碧英对红香说道 今天是牛郎之女相会的日子 我们也不能虚度时光 今天晚上 我把笼子里的鸡弄出叫声 嫂子听到叫声 肯定会让你下来看 到时候我们就能相会 你看怎么样 红香笑着说道 这办法挺好 可要是被夫人发现了 肯定会打死我的 张碧英说道 放心 我虽然是杨子 也算是她二叔 就算被她知道了 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红香说道 好吧 李月仙每天待在家里 实在无聊 想再七夕热闹一下 于是让张碧英出去 买了一些韭菜和瓜果 在楼下摆了一桌酒 红香给李月仙和张碧英 各争了一杯酒 李月仙端起酒杯说道 二叔 虽说你哥哥不在家 可这节还是要过的 这半年来 家里多亏了二叔 里里外外操持 我敬二叔一杯 张碧英连忙端起酒杯说道 嫂子这是说哪里话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何必这么客气 张碧英一饮而尽 李月仙非常高兴 又让红香给她斟酒 几杯酒下渡后 李月仙忽然神情黯淡 看着杯里的酒说道 不知道你哥哥现在在哪里 有没有地方住 吃得好不好 张碧英说道 嫂子放心 大哥这么大人了 能照顾好自己的 说不定很快就能回来 李月仙微微一笑 饮下了杯中酒 三人喝了一会儿 李月仙说道 二叔 我醉了 先上楼了 你慢慢喝 张碧英心想 他要是喝醉了 我喝红香就能大胆行事 又端起酒壶给他斟了一杯 说道 嫂嫂再喝一杯吧 李月仙说道 实在不能再喝了 张碧英说道 嫂子 你看我都把酒倒上了 再喝最后一杯吧 李月仙听他这么说 不好推辞 只好咽下了杯中酒 然后说道 红香 我先上去 你伺候二叔吃完 收拾完早点上来 张碧英赶忙站起来送李月仙 李月仙此时满脸通红 让他坐下 自己扶着栏杆上了楼 红香看他上了楼 小声对张碧英说道 夫人喝醉了 你到我房里去吧 张碧英说道 不了 还是小心点好 要是他半夜醒来发现了我们 那可就不好了 还是按说好的办吧 红香和张碧英继续喝酒 喝得醉醺醺的财散 三更十分 张碧英摸到鸡窝边 在公鸡翅膀上狠狠扯了一把 鸡立刻大叫起来 李月仙被鸡叫声惊醒 喊了几声二叔 没听到回应 又叫红香 也没有回应 原来红香酒量不行 几杯酒下去就醉了 根本叫不行 李月仙自言自语道 他们两个肯定是喝多了 还是我下去看看吧 他披上衣服走到红香床边 看到他呼呼大睡 鸡还是叫个不停 打开楼门下去查看 张碧英看到是月仙拿着灯走下来 大失所望 赶忙躺下装睡 李月仙仔细看了鸡龙 什么事都没有 提着灯往楼上走 不经意间看到了躺在旁边不远的张碧英 张碧英闭着眼睛装睡 清秀的脸庞一览无余 听到他均匀的呼吸声 也许是喝了酒 也许是寂寞太久 李月仙心里莫名生出一丝悸动 他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 赶忙上了楼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过了没多久 没有点灯 悄悄走下楼来 他走到张碧英踏前 张碧英见有人靠近 一把抱住 说道 红香姐 怎么现在才来 李月仙见他把自己当成了红香 松了口气 却没敢说话 张碧英说道 嫂子长得貌若天仙 让我好不动火 要是能和他好一回 就是马上死了也值 李月仙听到这话 心里的火更加炽热 说道 你就把我当成夫人不就行了 云开雨收后 张碧英说道 嫂子 你真好 既然你也有心 干嘛不直说 何必要装成红香 李月仙听后大吃一惊 问道 你早就知道是我 张碧英说道 我又不是傻子 连是谁都分不出来 从此以后 两人就像夫妻一样 外面谁都不知道 半年后 王文甫回到家 李月仙装得激动万分 问他在外面心不辛苦 有没有想他 他自然非常想念他 跟他详细讲述 这一年在外面的经历 王文甫无意间发现 红香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 问李月仙 我怎么感觉红香眉宇间 多了几分媚态 他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李月仙文言心里一惊 担心他是不是看出了什么 是在故意试探 说道 我和他朝夕相处 倒是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有点不一样 可他整天在家里 几乎不出门 哪来的相好 该不会是和二叔之间有什么吧 要不就把红香取配给二叔吧 王文甫说道 这怎么行 二弟是父亲好友的儿子 把一个丫鬟取配给他 要是被外人知道了 会说我待慢弟弟 这是你不用管了 我自有道理 李月仙听到这话才放下心来 担心被王文甫看出点什么 平时在他面前 几乎不敢正眼看张碧英 光阴似箭 岁月如梭 王文甫在家已经待了半年 把买来的药材都卖完了 又准备了五百两银子 准备再次出门 李月仙心里安安高兴 嘴上却说 你要走 我也留不住 只是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我是在太寂寞了 王文甫说道 这次我打算把二弟带去 等待着他把路走熟了 就把生意交给他做 以后我就不用经常出门了 李月仙闻言 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 赶忙说道 我和红香都是女人 你们两个男人都出去了 万一家里有点什么事 我们付到人家可怎么办 王文甫说道 我这次最多两个月就回来 不会有什么事的 李月仙怕他察觉出什么 不敢再说 张碧英得知这事 舍不得离开李月仙 心里十分难受 王文甫挑了一个吉利日子 打电行装 带着张碧英 收了药材到广东去卖 到了广东以后 王文甫找熟悉的雅行店住下 带着张碧英售卖 药材刚卖了一半 王文甫对张碧英说道 出来的时候 我对你嫂子说一个月就回去 现在货已经卖了一半 你留在这里继续卖 我再收一些药材回家 等卖完了我就来换你 张碧英也想赶紧回家 说道 大哥 我对这边不熟 还是让我把货带回家 等卖完了货再来换你吧 王文甫说道 就是因为你不熟 我才让你留下来 在这边多历练历练 对你有好处 张碧英不敢多说什么 心里却想 什么让我多历练 还不是想早点回家见嫂子吗 你肯定还不知道 嫂子现在想的是我 不是你 第二天 王文甫打电好行装 和亚行店主告别 张碧英背着行李说道 哥 让我送你一程吧 王文甫看他这么舍不得自己 非常欣慰 很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顺风 船走得很快 眼看天色已晚 张碧英对王文甫说道 哥 我想多送你一段路 明天再回去 王文甫看他依依不舍的模样 笑了笑 说道 也好 天快黑了 你晚上回去不安全 等明天再回去 二更十分 王文甫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 跑到船头方便 张碧英也跟了出来 说道 哥 这里水流急 小心点 让我扶着你吧 王文甫哈哈大笑 说道 我是老江湖了 哪还用得着你扶 张碧英见他蹲在船头 突然心生歹意 心想不如趁现在没人 结果了他 回家和月仙做个长久夫妻 机会难得 要是不动手 以后就再难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想到这里 他眼一红心一黑 趁王文甫不注意 使劲推了他一把 王文甫根本没想到二弟会害自己 没来得及叫一声 就掉进了湍急的江水里 张碧英立刻大叫道 不好了 我哥掉进江里了 快来救人啊 船主和水手听到喊声 赶忙来到船头 看着乌黑的水面 摇着头说道 这里风大浪急 掉下去肯定是活不成了 张碧英假装垂胸顿足大哭起来 船主劝道 你节哀顺便 俗话说 阎王注定三更死 并不留人到四更 这是他的命 半夜三更跑这里方便 还好有你在 你要是不在 可就把我们给害了 这里水流太急 石手早就不知道冲到哪里了 还是省点钱吧 张碧英心里安安高兴 说道 听你这么说 石手肯定是找不到了 船主说道 肯定找不到了 你还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张碧英见没人怀疑他 放下心来 带着王文府留下的二百多两银子核行里回家 王文府命不该绝 掉下水之后 在水里扑腾了一会儿 突然摸到了一棵被风刮到水里的大柳树 他拼命抱住大树 被冲出了二里多地 飘到了岸边 等王文府再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片芦苇荡里 艰难地走出芦苇荡后 看到了一个村子 他到村子里要了点吃的 心想 这个畜生啊 为了钱财竟对我下次毒手 还好我命大 我现在身无分文 还是回广东的雅行 先到县芽告他屠材害命 回到雅行 店主见他一身狼狈 问他是不是遇到强盗了 他把事情经过告诉店主 店主连连叹气 俗话说得好 众生好度人难度 宁度众生没度人生 王文府洗了个澡 换上干净衣服 吃饱了以后 写了一张诉状 告到了县芽 支县接了诉状 对他说道 他还不知道你大难不死 肯定是回这江了 我发文到这江拿人 一来一往耽误时间 不如签一张广补文书给你 你回到家后 让当地的衙门把他抓了 送到我这里来 这样反而更快 文府扣谢了支县 领了文书 回到雅行 剩下的货让店主帮忙卖 带了一些盘缠回家 张碧英很快回到浙江 先把银子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 然后才回家 他敲了几下门 红香出来开门 见识他回来了 赶紧告诉李月仙 李月仙高兴地从楼上跑下来 看到只有他一个人 问道 怎么就你一个 你哥没回来吗 张碧英答道 带过去的货还没卖完 大哥让我带着货先回来 等那边的货卖完了就回来 李月仙觉得丈夫没回来正好 道了声辛苦 吩咐红香准备韭菜 两人吃饱喝足 很快滚到了一起 张碧英把运回来的货 发给几个药铺 几天之后来拿货款 收了五十两银子 刚走到家门口 正好撞上赶回来的王文甫 王文甫回到浙江后 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先到衙门 地上还补文书 支州派了两个官差 跟着他来拘拿张碧英 没想到正好遇到 支州立刻把张碧英收监 准备明天押戒到广东 王文甫带着两个官差回到家 红香出来开门 看到他后大吃一惊 问道 老爷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李月仙听说他回来 也大吃一惊 问道 二叔说你要三四个月才能回来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王文甫文言立刻大骂道 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差点要了我的命 他把事情经过详细讲了一遍 李月仙惊得目瞪口呆 心想 你肯定是为了和我做长久夫妻 才对相公下如此毒手 王文甫说道 我在广东报的官 还要和官差一起 把那出生送到广东去 你快点准备一些酒菜款待两位官爷 李月仙和红香赶忙准备饭菜 两个官差喝了酒 收了王文甫四五两银子 晚上就住在王家 第二天一大早 官差把张碧英从监牢提出来 王文甫和李月仙告别 又到了广东 支线把相关人等全部叫来审问 张碧英辩解道 我大哥是失足落水 我想救他时已经来不及了 大哥怀疑我见死不救 所以才把我告了 我真的没有谋害大哥 支线见他还想抵赖 勃然大怒 立刻让牙一动刑 张碧英见要挨打 心想不如先认了再说 于是说道 老爷不要用刑 我认就是 支线让他签字化压 判了绞刑 押入牢中 上报审核 从县衙出来 王文甫在九四摆了一桌酒席 感谢衙行店主和两个官差 回到店里 把剩下的货款都收了 顾传回家 回到家后 李月仙问王文甫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王文甫说张碧英判了绞刑 李月仙毕竟和他相好一场 心里有些难受 却不敢表现出来 脸上带着笑说道 王家把他抚养成人 他却对你下这种毒手 他这是天理难容 最有应得 王文甫大难不思 仇人也已经判刑 非常高兴 抱着李月仙 尽于水之欢 张碧英被关进监牢 等候审核 老头好难封 见他长得眉清目秀 对他特别照顾 晚上让他作伴 他之前把银子交给朋友保管 知道打官司需要银子 带了五十多两过来 在监牢里打电牢头和狱卒 因此一点苦也没受 朝廷有续刑制度 上面派下官员到个地审路行求 清理冤质 来广东续刑的这位官员 因为小切刚刚给他添了一个儿子 他想给儿子积附 沈彦的案子一律从清 张碧英得知这个消息 立刻找宋师写了一张诉状 带在身边 等到提审时当堂喊冤 张碧英依然坚持 王文府是失足落水 自己根本没有谋害他的动机 续刑官看了诉状后问道 那你当时为什么招任 张碧英答道 我是屈打成招的 青天大老爷在上 求老爷为我昭雪冤屈 续刑官心想 既然王文府还活得好好的 盼他侥刑太重了 把你发配到嘉兴造林役 做三年一族 并且准许纳熟 纳熟就是可以用银子抵罪 张碧英手里有银子 所以欣喜若狂 连连叩头 他交了十两八钱银子赎了罪 不用去做一族 又买了一些衣服铺盖 在客店里住了几天 心里惦记着李月仙 立刻搭船回家 回到吉安州后 张碧英在寺井巷租了一栋房子 买了锅碗瓢盆和家具 安了一个小家 他心里想着李月仙 恨极了王文府 一直在琢磨有什么法子办了他 好和李月仙双宿双飞 张碧英有一个朋友名叫李恒 在周牙里坐牢头 知道他们这些人 有的是整人的法子 于是立刻去找他 张碧英找了家酒馆 请李恒喝酒 李恒见他回来 吃了一惊 问道 我听说你被压戒到广东 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你怎么回来了 那变得是了结了吗 他把事情说了一遍 李恒哈哈大笑 说道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我看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恭喜恭喜 张碧英说道 别提了 我被王文府害得差点丢了命 只要你想办法帮我出了这口恶气 我一定不会忘了你 李恒笑咪咪说道 你哪里是要出气 分明是别有用心 我帮你就是 张碧英说道 你有什么办法 李恒知道王文府家境富裕 想从中捞点好处 说道 鸣枪一朵 案件难防 我们老李刚送进来一群强盗 还没有过堂 为首的名叫宋七 我让他把王文府 说成他的同伙 一顿家棍板子下去 保证让他家破人亡 张碧英大喜过望 说道 我的好哥哥 真是一条妙计 李恒说道 你肯定知道 他家里都有什么衣服 首饰家具等等 写几样出来 我让宋七记清楚 到时候老爷肯定相信 这天 王文府正和李月仙在家里闲聊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砸门 红箱把门打开 二十多个凶神恶煞的官差 闯了进来 这些官差把文府锁住 然后把他家的财物抢得干干净净 只拿出十分之一送到衙门 其余的都分了 王文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大喊冤枉 李月仙吓得魂不附体 瘫倒在地 到了公堂上 王文府刚便解两句 知州立刻让牙医上家棍 李恒早就买通了牙医 给他用心时都往最狠的招呼 王文府哪受得了这些酷刑 很快驱打成招 即可被定罪下狱 李月仙还不知道 王文府为什么被抓 赶紧让红箱到周牙打听 红箱来到周牙 有几个官差看到他长得年轻漂亮 故意献殷勤 把他领到牢里去见王文府 王文府见到红箱后嚎啕大哭 说道 我是被强盗送妻诬陷 驱打成招 估计是活不成了 家里的东西都被他们抢光了 你们以后可怎么过 红箱哭着说道 我先回去告诉夫人 然后送饭过来 李月仙得知消息后放声大哭 一边让红箱做饭 一边取下身上的首饰 让红箱换成银子 交给王文府在牢里用 李恒贪图张碧英的美色和钱财 这才害了王文府 见他受了那么重的刑 有些不忍心 红箱来送饭 便放他进来 后来也没有拦着 王文府在监牢里蹲了大半年 李月仙把家里剩下的东西全都变卖了 连床都卖了 晚上和红箱睡在楼板上 房子也早就挂出招牌要卖 有人想买他的房子 可是听说他是强盗的同伙 唯恐受连累 哪里敢买 之前和他合作过的几个药店 看他平时忠厚老实 经常接济一些 亲戚朋友们怕受连累 都不敢上门 李月仙和红箱 为了攻击王文府在牢里的花费 忍气挨饿 又不敢跟他说 只能晚上默默流泪 眼看着家里没米没柴 连给王文府送饭都成问题 两人心急如焚 红箱说道 我有一句话 不知道夫人愿不愿意听 李月仙说道 都这个时候了 有什么话就说吧 红箱说道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得饿死 不如把我卖了换些银子 我实在舍不得你 可是到如今 也没别的办法了 红箱从小跟着李月仙 李月仙哪里舍得 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天无绝人之路 赵爷娘这时候恰好路过 听到里面的哭声 推门进来看 赵爷娘看着满脸憔悴的李月仙 说道 哎 花一样的美人 怎么就落到这不田地 你家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 李月仙把想卖了红箱的事 讲了一遍 赵爷娘说道 这可真是巧了 灵狐镇上有一个在当铺里 做嘲讽的汪先生 年过半百还没有儿孙 妻子又在老家挥州 他遇见了我 想请我帮他找个女人 我看红箱长得如花似玉 要他二十两银子 他肯定愿意 你们家现在这样 与其三个人一起饿死 还不如多走一步 红箱年纪轻轻 总不能就这样耽误了 李月仙听了他的劝 说道 那就多谢妈妈了 第二天 赵爷娘带着汪朝凤来到王家 见了红箱 一眼就看上了 取出三十两银子作聘礼 交给李月仙收下 约好明天来迎娶 红箱对李月仙说道 事不宜迟 赶紧去买米买柴 我们做了饭给老爷送去 我领你认认路 以后就要你去送饭了 两人来到牢里 王文甫见到李月仙后 抱头痛哭 王文甫问道 你今天怎么亲自来了 李月仙把卖了红箱的事 说给他听 三人哭成一团 王文甫道 我不能让你抛头露面 给我送饭 这里面有规矩 每天给四分银子 就能提供一日三餐 你留一些银子 以后就不用经常来了 李月仙留下银子给丈夫 王文甫说道 留十两银子给我就行 剩下的你拿回家用 以后需要我再找你要 你一个富到人家 这种地方还是少来 李月仙给他留了银子 狱卒催着他赶紧走 说天色晚了 要上锁了 第二天 汪朝凤雇了船来迎去红箱 李月仙舍不得他离开 一直把他送到岸边 从此李月仙一个人在家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张碧英把王文甫害进监牢以后 一直想赶紧去找李月仙 却被李恒拦住不让去 李恒对他说 那王文甫被你害成这样 对你恨之入骨 他以为你早就没命了 要是让他知道你回来了 一口咬定你是他的同伙 你还能好好过日子吗 这事不能急 你再忍耐一些日子 我保证你能和李月仙长相厮守 张碧英问道 那你说怎么办 李恒说道 我听说他刚刚把丫鬟卖了 现在手里有银子 等过个一年半载 手里的银子用完了 到时候没吃没喝 我找个没人去说亲 他肯定能答应 只是千万不能露出半点风声 张碧英笑着问道 还要一年半载 可我等不及了 李恒想了想说道 也罢 就算我帮人帮到底 明天我带你见一个人 他能帮你尽快把月仙弄到手 张碧英大喜 问道 真的 李恒说道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第二天 李恒领来一个人 名叫张巴拉 是个贯偷 窃人钱财如探囊取物 张碧英出来相见 三人客套一番 坐下喝酒 酒过三旬 张碧英问李恒 他是个小偷 你找他来做什么 李恒说道 你不是等不及了吗 我让他今晚 去把李月仙的银子偷出来 不就能尽早把他弄到手了吗 张碧英大喜过望 笑着说道 还是李哥你有办法 李恒又说道 你还年轻 不知道这里面的深浅 做事一定要周全 否则会害了自己 就算他答应嫁了 你也不能自己出面 找个人替你娶了 你半夜和他相会 最好别让他认出你来 等他死心塌地跟你 你再把事情挑明 然后最好让王文甫永远闭嘴 这样才稳妥 张碧英说道 他一直喜欢我 应该没事 李恒说道 凡事就怕万一 万一他告诉王文甫 再把你咬出来怎么办 咱俩是一条绳上的骂的 我可不想为了你担风险 张碧英说道 还是哥哥考虑周全 我都听你的 三人喝到天黑 三更天时 张碧英带着张巴勒 来到王文甫家门口 张巴勒悄悄上了楼 把楼门撬开 没过多久 张巴勒从王家大门钻出来 两人回到李恒家 把银子平分 李月仙天亮后起来 看到楼门被撬开了 大吃一惊 慌忙去看银子 发现全都没了 大骂道 狠心天杀的贼 我都成这样了 还要来害我 他觉得天塌地陷没法活了 一边哭一边梳洗 哭着跑到监牢 李恒看到他跑来 故意问道 王娘子 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 李月仙说道 一言难尽 求你让我见丈夫一面 李恒领他进去 王文府看到妻子来得这么早 十分奇怪 李月仙扑到他面前嚎啕大哭 李恒问道 娘子有什么话慢慢说 李月仙告诉他银子丢了 王文府如遭晴天霹雳 哭道 老天爷啊 你怎么不长眼 我们夫妻都成这样了 你还不放过我们 李月仙哭着说道 我本指望着和你白头到老 谁知竟然到了这股田地 我实在没办法了 这就回家自尽 这是你我最后一面了 他哭得撕心裂肺 王文府泪如雨下 李恒出来劝道 娘子千万不能这么想 楼椅尚且偷生 你要是死了 王相公也活不成啊 俗话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 有一个办法 能保全你们两个 再等上一年两年 万一遇到清官 或者上面派人去刑 说不定还有沉渊昭雪那天 王文府问道 李大哥有什么办法 李恒说道 让娘子再往前走一步 得一些聘礼 你们两个还能支撑几年 李月仙说道 我一是清白 怎么能撇下相公再嫁 李恒说道 话不能这么说 被俘偷汉 或者丈夫走了再嫁 那叫师姐 现在你改嫁 是为了保全丈夫的命 怎么能算是师姐 你要是愿意听我的 我有一个亲戚 忠厚老实 我帮他说个没 让他给你三十两银子做聘礼 等到王相公沉渊昭雪重见天日 再把你赎回来 王文府说道 万一我死在这里呢 李恒说道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让他给你入土为安 万一你真的有那天 难道你不希望娘子 有个安身之处吗 夫妻两文言 低着头不说话 李月仙心想 我改嫁相公 又和二叔通奸 如今又要改嫁 这么一来 我成什么人了 他心里又惭愧又后悔 王文府开口道 娘子 李大哥的话有道理 你往前走一步 我们俩都能活命 你要是寻了短见 我也活不成了 这时意中的人都说 里头说的有理 要是王相公 能有洗刷冤屈的时候 你们夫妻还有机会团聚 要是娘子寻了短见 可就什么指望都没有了 李恒接着说道 这都是命 半点不由人 如果你们夫妻答应 我这就去帮你们说 王文府和李月仙 私来想去 没有别的办法 只得点头 李恒剑计谋得逞 立刻来找张碧英 一进门就说 恭喜了 事办妥了 赶紧拿三十两银子给我 今晚就让你们成亲 张碧英惊喜万分 问道 是真的吗 李恒说道 王文府亲口答应的 张碧英高兴的手舞足蹈 连忙上楼拿出三十两银子 李牌接着说道 这是算是成了 我之前嘱咐的是 你可千万要记住 等过几个月 我们把王文府断送了 绝了祸根 到时候你想怎样都行 张碧英连连点头 说道 都听你的 都听你的 李恒回来告诉王文府 那边已经说好 要他写一个文书 王文府写完 抱着李月仙不肯撒手 一边哭一边骂宋七 你这天杀的 和你有什么仇 你把我害得家破人亡 宋七说道 冤有头 债有主 以后会明白的 或许是你命该如此 新娘出嫁总要有身新衣服 李月仙穿的还是旧衣服 李恒找到张碧英 让他买了衣服 首饰拿过来 夫妻俩舍不得分离 哭得昏天黑地 老李的人无部落泪 总不能在老李出嫁 于是李恒把媳妇叫来 将李月仙带到家里 给他穿戴好 由李恒媳妇送新娘出门 到了张碧英的家 李恒和媳妇主婚 两人拜了堂 送入洞房 李月仙在楼上小声抽气 张碧英上来看到他还在哭 走到旁边 也不鲜红盖头 掐着嗓子说道 我知道你心里苦 可今晚是我们洞房花竹 你应该高兴点才是 李月仙听他这么说 不再哭了 张碧英担心他认出自己 先把灯吹灭 走到他边抱住他 风亭雨收后 李月仙问道 我还不知道相公你姓慎名谁 张碧英说道 我姓郎 在家排行第二 二十五岁 帮人看管当铺 正要和你说 我每天早出晚归 你自己料理一日三餐 不用等我 要是我回来晚了 你就先睡 千万不要点灯 我会带着灯笼回来 家里的门能从外面开 用不着你晚上出来给我开门 李月仙觉得有些奇怪 但没有多想 说道 都按你说的办 眼看天快亮了 张碧英穿好衣服 李月仙想起来给他打水梳洗 他慌忙说道 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用劳动你 你接着睡 不用管我 李月仙听他的话 没有起来 张碧英将一把钥匙交给他 嘱咐道 这是家里的钥匙 你收好 需要什么你自己拿 他说完关门离开 然后在青楼茶馆里闲逛 天黑以后才回家 张碧英看到里面没有点灯 进了大门 楼上李月仙问道 是谁 张碧英说道 是我 他上了楼 李月仙坐在床边 说道 我把灯点上 张碧英问道 你吃晚饭了吗 李月仙道 吃了 张碧英说 既然吃了 那就不要点灯了 我从小害了眼病 一见灯火眼睛就流泪 疼痛难忍 李月仙听后说道 那以后我不点火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张碧英问李月仙 你现在还想前夫吗 李月仙答道 他现在在牢里 想也没用 张碧英问道 我听说你之前还有一个丈夫 你最重义哪个 李月仙说道 当然是你 张碧英又问 我听说你前夫经常出门做生意 你在外面有没有别人 李月仙不回答 张碧英接着说 我听说你以前有个相好 是你家二叔 李月仙文言大吃一惊 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事 张碧英说道 他是我的好朋友 李月仙说道 呆子 既然是朋友 哪会把这种事告诉你 是你知道我前夫有兄弟 故意这么说的 对不对 张碧英问道 你敢发誓没有吗 李月仙道 你怎么说这种傻话 就算我和他有事 也是在嫁给你之前 有什么好发誓的 就算我说有 你会休了我吗 张碧英说道 这肯定不关我的事 不过我听说他谋害过你的前夫 不知道是真是假 李月仙道 他犯了小罪 关在广东牢里 张碧英说道 我听说他是因为 想和你做长久夫妻 把你丈夫推进了江里 李月仙说道 哪有这种事 都是有人胡说 栽赃诬陷 张碧英心想 看来他不想提这事 等过些日子 我再跟他说清楚吧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两人如鱼得水 如交似漆 这天风雨过后 张碧英问道 心甘 我有一句话要问你 李月仙道 你问吧 张碧英说道 你还记得当年七七节 几声鸡叫把你引下来的是吗 李月仙惊慌失措 心想这是只有我和二叔知道 他怎么会知道 问道 你怎么会知道 张碧英说道 是张碧英告诉我的 他说是你主动的 现在他已经从广东回来了 想见见你 你愿意见他吗 李月仙大吃一惊 问道 他现在在哪 张碧英说道 他十分惦念你 求我允许他见你一面 你说我该怎么回复他 李月仙说道 既然你愿意 渐渐又有何妨 张碧英笑着说道 你们两个见了面 不会就情复然吧 李月仙答道 我和他早就不可能了 张碧英笑着说道 嫂子 你以为我真是朗老二吗 我是张碧英 李月仙大吃一惊 说道 我不信 你要真的是张碧英 那可真是天随人怨了 张碧英文言 立刻取了火 把灯点上 李月仙仔细一看 果然是他 说道 好啊 你瞒了我两个月 既然你有心娶我为妻 为什么又要这样瞒着我 张碧英说道 我是担心贝文甫阁之道 李月仙说道 也是 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不会答应 张碧英说道 所以我到今天才敢告诉你 李月仙心想 这是李大哥做的没 怎么会这么巧 接着他笑着说道 我这一辈子 能遇见你 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只是苦了王文甫 张碧英问道 既然你这么想他 那我把你送回去给他 李月仙文言 一把搂住他 说道 我怎么舍得离开你 张碧英说道 不是我用计 哪能把你取回来 李月仙笑着说道 你想把他推到水里淹死 可他命大 张碧英说道 后来我又用了一计 才把你取到手 李月仙问道 你又用了什么计谋 我现在跟定你了 你就告诉我吧 张碧英得意网刑 把从广东回来后 怎么合理恒合谋 利用宋七诬陷王文甫的事 和盘托出 李月仙点了点头 说道 原来是这样 你真是用心了 过了一会儿 李月仙又说道 神仙真灵 张碧英问道 什么神仙 李月仙说道 前天我去周牙 经过土地庙 在土地爷面前说过 要是这辈子 还能和二叔重逢 一定回来还愿 没想到果然如愿了 明天一早我就去还愿 张碧英说道 那我跟你一起去 李月仙说道 现在还不行 万一衙门里的人看到你 告诉了王文甫 他现在这样 肯定恨死你了 要是他说你是他的同伙 那可就不好了 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张碧英说道 嫂子 你对我真好 李恒大哥也是这么说的 不过你可不能趁机去见王文甫 李月仙说道 你个呆子 他永远待在里面才好 这样我们才能安安心心过日子 张碧英觉得 李月仙现在对自己已经死心塌地 高兴地手舞足蹈 天亮后 李月仙梳洗妥当 换上以前穿的粗布衣服 对张碧英说 你先睡着 我很快回来 张碧英说道 你带些银子去 多买一些香煮 早去早回 李月仙来到周牙 进了土地庙 归在土地爷面前 默默祈祷了好一会儿 出了土地庙 正好遇到芝州老爷 今天坐堂放告 李月仙跟着别人进了衙门 立刻大声喊冤 芝州听到有人喊冤 立刻让牙医把他带到跟前 李月仙哭着说道 青天大老爷 民父有天大的冤枉 求老爷为我做主 芝州说道 你别急 也别哭 慢慢讲来 李月仙立刻把张碧英 怎么把王文甫推进江里 续情回来后 又怎么串通李恒 买通强盗宋七陷害 又怎么骗取他的 经过仔细讲述 芝州听后怒不可遏 一边派牙医去拘拿张碧英 一边把李恒 宋七和王文甫提来审问 所有相关人等都被带到 王文甫看到李月仙在堂上 吃了一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芝州先叫来宋七问道 你为什么要听李恒的话 陷害王文甫 快快说来 免得我用刑 宋七答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王文甫 是李恒拿来一张纸 上面寄了许多他家的首饰家具 让我诬陷他是同伙 我的命就在牢头手里攥着 哪敢不听 芝州又叫来张碧英 问道 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 蛇蝎心肠 为了得到嫂子谋害一凶 还不快如实招来 张碧英见识李月仙把自己告了 知道无法抵赖 如实招供 恳求芝州宽大为怀 从轻发落 芝州大怒 呵斥道 要是早知道是这样 当初把你押戒到广州 就应该一板子打死 这样你就不能陷害王文甫了 芝州下令把李恒和张碧英 各打四十大板 家号施众半个月后押入监牢 送妻还押回牢里 将王文甫无罪释放 追回卖妻银子三十两和一物 还给王文甫 夫妻两千恩晚谢 领了银子和一物出来 王文甫问道 娘子 你怎么知道是他们陷害我的 李月仙说道 先回去 我慢慢告诉你 李月仙把王文甫带到张碧英租的房子里 烧了水让他沐浴更衣 又准备了一桌韭菜 两人举杯庆贺 李月仙从当年七夕节发生的事开始讲起 李月仙说完 跪在他面前 说道 事情就是这样 你要是恨我 把我怎么样都行 我绝不会有半点怨言 王文甫赶紧把他扶起来 说道 苍天有眼 要不是你 我就要死在牢里了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我不怪你 李月仙闻言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抱住王文甫嚎啕大哭 冷静下来后 李月仙说道 这个家里有七八十两银子 本来就是我们的 我们现在搬回家去 以相公的本事 一定能重振家业 两人商量好后 立刻搬回了家 李月仙想起了红香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王文甫说 过几天就去灵狐镇找找他 没想到室友凑巧 红香带着汪嘲讽 来周牙打听王文甫的情况 得知他已经洗刷冤屈 立刻赶到家里 大家见了面 夫妻俩把张碧英的下场告诉他们 汪朝凤和红香拍手称快 王文甫又做起了生意 李月仙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红香嫁给汪朝凤后生下一个儿子 张碧英没有兄弟亲戚 没人管他 一年后在牢里得了病 很快一命呜呼了 失手被狱卒扔进了乱葬岗 忘恩负义 色迷心窍 应有此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